三名知情人士4月22说 白宫正在考虑未同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提供临时合法身份和工作许可 民主党议员和权益组织要求总统拜登采取措施 保护无证移民 拜登同时考虑采取行政措施减少非法约境 白宫近几个月来考虑如果移民进入达到一定的限度 在美墨边境封锁移民的可能性 这触发一些民主党人和权益人士的批评 消息人士说 拜登政府还检查是否可能为美国公民的配偶使用就地假释 临时身份会提供工作可许以及通往公民身份的潜在途径 目前还没有即将或最终确定的行动 白宫一名发言人说 正不断评估可能的政策选项 政府依然致力于确保那些有资格得到救助的人迅速得到它 并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人性的移民系统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百余名参与挺巴营地集会的学生 4月18日被捕后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在全美高校蔓延 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波士顿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学生 均加入抗议行列 以示支持 4月22日 泰市进一步升温 康涅迪格州警方当天在伊鲁大学逮捕了47名抗议者 据称被捕者拒绝离开集会现场 校方称这些人面临纪律处分 可能包括停学 哥伦比亚大学从22日起正在取消线下课程 转向网课 数百名哥大教师当天聚集在校园内 声援被捕及被停学的学生 此外 纽约州全部10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22日联名公开信要求哥大校长米努奇·沙菲克辞职 美国农业部USDA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了一项公共卫生警报 称三月份生产并运往全国食品服务机构和零售商的牛绞肉产品 可能被大厂赶菌污染 这些可能被污染的生牛绞肉产品生产于2024年3月28日 包装日期为032824 最佳使用冷冻日期为2024年4月22日之前 据食品安全检验局称 这个问题是由大奥马哈包装公司在对产品进行库存时发现的 这些产品因大厂赶菌呈阳性而被搁置 该机构被通知该公司无意中使用了一部分受污染的牛肉来生产牛绞肉产品 随后运往市场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 这些产品没有被召回 因为它们不再可供购买 任何购买过该产品的人不应保存或向他人提供该产品 应将其丢弃或退回到购买地点 目前还没有任何因使用这些产品而确诊的疾病报告 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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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обнаруж 画得更好 镜头 amar长 任何 al 画的 砤